但有一说一说 今天其实毕竟月薪比较专业 我没跟她说 但是我看她很多细节 我再观察 确实学了很多 看了她的很多细节 我才明白 为什么她演了这么久 还不是一线 我自己感觉 我今天 稀微地有一点点做作 是因为我们几个做的 更多的人都在这儿是吧 我我觉得反而 你们演得很自然 很纯粹 就你们没想那么多 我的设计可能太多了 然后我觉得整个造型 整个状态来说 还有那个谁 远远比较自然 她那个头 那张脸 这个妆 就感觉就是古代的人 就是长在她身上了 就是特别适合 今天有个非常精彩的瞬间 就是我们被打翻的 在地 然后远远 你最后发生那个痛苦的声音 你也聊不再来一遍 来 好 不快来了 好 不快来了 你不敢喊在一起 你说你才干了 这就是有趣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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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讲真话 虽然导演组说让咱们去挣钱 通过自己的劳动 然后体验生活 但是咱们心里还是有一个底线 知道我们今天是在拍节目的 对 也不可能让我们等太久 对吧 对吧 嗯嗯嗯 但是这些那个群演 真的是就是 现场没有人去 会在乎他们这些 对 嗯 不容易 群组演员一天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确实辛苦 从早上 有时候早的时候 凌晨三四点钟 化好妆了 在酒店等着 就像我们今天那样 一个大巴 拉到现场 换好衣服 更还是等 嗯嗯嗯 所以说他一天的很多时间 他都在等待当中度过 月星还说现在 幸好是天比较凉快 对 要是热 如果像你像在横店向山 你要在五六七八月 这几个最热的这几个月份 你要去拍那种古装 然后你要去演士兵 穿上铠甲 几十斤的衣服 你一天下来 真的整个人就是 就是垮 就会累垮掉 你知道吗 嗯嗯 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就是 拿着一百一百五十块钱 一百二十块钱过去 那可不是 就那个那个状态 对呀 不是 你就这么想 今天我们遇到的所有群演 他们此时此刻 能吃上这顿吗 是 不可能的 对吧 一个道理 围剧最后一碗泡面 嗯 舍不得呀 一天就剩一百块钱 一百二十块钱 是 怎么可能大家凑在一起吃个大餐 我是很敏感的一个人 我能感觉到有一些人 是为那一百二十块钱去的 但有一些人是为梦想去的 嗯 有一些群众演员 今天我其实我一直在看 有一个大胡子 哥 你们记得吗 我看到在窗口 我看他一直都在 他不讲这个东西有没有 什么镜头有没有带到他 或者什么的 要 他在尊重他自己的这个职业 以及他在尊重他的热爱 实际 所以说他也有机会做到了前面 我们是因为 可能是因为是朋友 我们做到了前排 他是真的 群头要不是知道他戏好 或者说他对待认真的话 他不可能做到第一排 是啊 而且还有就是 其实人活着有时候 就是获得尊重这一点 对不对 太对了嘛 所以不管是说我做什么东西 如果我喜欢东西 我愿意就是放下 可能某 某些时刻的一些尊严 可是 不能总让我一辈子 去放下接触你 是的 对吧 所谓的怀才不遇 需要时间 但是一定会给你一个结果 我相信这样的人 就是今天坐在亮哥对面的 那个胡子哥 我不知道他叫啥名 他不可能是说 一夜之间可能有个 什么爆红的角色或什么 但他总就有一天会 因为他的努力 让他吃上饭 让他过上好日子 能让他有一天贼骄傲 说这是我演的那角色 演得不赖吧 我们只不过都曾经太幸运了 我们还是走得捷径 走得很担心 我们算是一下就 到了可能一个最高的 最好的位置 拥有所有的资源跟条件 你正儿八经人家拍戏 或者唱歌 还不是一点一点的 来 一个足一个足的跑 对吧 当然 经常的苦是一定的苦 但确实从生存 基本上的保障上来说 其实真的 这种生存上的苦 我们尝的还是相对少的 跟很多人的苦相比 我们这所谓的苦不值一提 对 真的不值一提 今天感触蛮深的 因为我自己 我这好多年 就是十两年一直到来拍戏 我也是由衷地说一句就是说 希望这些他们还有梦想的这些演员们 如果他们真的是热爱这个事业 还是要坚持下去 希望他们未来有一个好的结果 但是有一些不适合的呢 该放弃就放弃 就比如说他 他自己有误会 你知道吗 他一直觉得他自己很适合这个 然后怎么样 你看今天就被打脸了吧 从昨天到今天那么恨 大家把你捧得那么高 今天用实力说明了 得承认对自己是些误判的